美国这些政客本质就是到处作秀而已 什么法案 你在美国签一百分又有什么用 美国就算把枪给这些藏毒 他们都不敢打 看隔壁岛哥讲的西藏史 这达赖也不是傻好人 按照美国的标准 就是宗教极端恐怖分子和独裁和萨达姆 差不多这么不处理一下呢 西藏喇嘛 得了吧 我一度拒绝任何的个人崇拜模式 何况西藏宗教的事情不好得多了去了 这妻不喜欢也不喜欢西藏喇嘛 佩依对共产的恨真是到了骨子里 还是挺佩服这位女强人的 虽然不赞同她 达赖喇嘛来美国治病 不知道会给美国带来什么 西藏和中国有什么矛盾需要美国解决 不停的挑拨就是美国最擅长的事 乌克兰 台湾 西藏 没有美国世界 也许就少很多战争 一个农奴制度的西藏 有什么可怀念的 不是特权阶级的西藏人 哪一个还想回到那时候的西藏 老太可是抓到饱了 勾个舌吧 如果多数藏人还在怀念达赖喇嘛 恐怕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的统治者 做得还不如他 用手指着达赖骂 便有三只手指向自己 国内有多少人知道 达赖并不追求西藏独立 他只是在寻找被政府搞失踪的班禅时事的转世灵统 当然 后来被美国反华势力利用了 活佛是永生不死的 但是如果活佛死了 就不是活佛 中共出于对活佛的关爱 有义务为肉身受到尘世污染的活佛 更换肉体 清洗皮肉 喊西藏独立最多的是印度人 想要吞并西藏的也是印度人 达赖喇嘛在印度超过60年 也已经是大半个印度人了 为啥总冲着美国喊呢 习主席上台后 其实对藏人还是相当不错的 好多流亡海外的藏人 其实好多亲人还在西藏 希望国家有个新政策出来 可以接纳海外流亡藏人 强烈要求中国人大推动立法 要求美国和俄罗斯 抓紧就阿拉斯加的归属问题 进行谈判 同时敦促美国和墨西哥谈判 归还所侵占的墨西哥领土 西藏人民现在安居乐业 他老人家就安心客死他乡吧 不用再操心了 一群外国政客跳梁小丑 博眼球而已 他们对藏族文化真正了解多少 支持你 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 不过话说回来 中共对这种分裂国家的人 手段不够强硬 你看印度直接暗杀 美俄也经常搞暗杀 王菊啥时候去采访采访达赖 在中共的教育思想指导下 老百姓只负责恨就行了 但从来没听过他说过什么 做过什么 甚至长啥样都不知道 中国的传统是在强势期 不喜欢压制和分裂对手 这个毛病下次得好改一下 等国力压过西方 得掺和下加州和德州的独立 多见美国各路独立领袖 墙内似乎很多人过得都不顺 共匪虽不好 但此时此刻在引起冲突 我不太能明白一个修佛者 抉择到底是什么 而且是佩洛西 天下苦 这类人久矣 当信仰变成了宗教 就已经是个政治制度 而不单是信仰了 如果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 政治团体的斗争的话 就不要扯信仰 这反而是对信仰的亵渎 他要是支持民主的话 他在西藏为啥还是农奴制 出去了开始支持民主了 完全是屁股不是脑袋的问题 共产党再不好 也比农奴制政教合一先进一些吧 哎 当年那么多跟随达赖的 几十年了很多 至今都没有身份 达赖现在年事已高 再不给他们争取机会 以后就更难了 权力争夺下 最不幸的是普通平民 在美国 基督教和无神论拉扯了很久 影视作品也层出不穷 最终宗教还是走向了 符合现代世俗观的道路 你达赖为世俗化改造的宗教和邪教 也没啥区别了 我敢说 整个评论区 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经历 我208年西藏武警 当年达赖鼓动藏人闹事 杀害那么多无辜的汉人同胞 我就知道 这祸跟中共是一路货色 我是一名国家干部 但我相信 有神 有道 有佛的存在 我相信法轮大法好 因此 我声明退出中共的党 团 对 及其一切附属组织 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人类的宗教 都是可笑的 只是各个宗教的可笑程度不同 最极端的就是邪教了 共产党 法轮功 绿教都属于邪教类 而藏传佛教 离邪教还差30厘米 在赞扬他慈悲睿智时 是不是再说 美国也没那么好 美国希望所有的国家和地区 都想达赖一样做人 自己就好统治世界了 虽然中共不好 但美国确实也了自己利益 看着下面酸民的评论 我觉得西藏就应该独立 把喜马拉雅山脉的水拦起来建个堤坝 看下面的长江黄河怎么办 就卖水藏族人民就够了 还不要说那么多的矿藏 美国人通过了中国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案 真的太民主了 我家的家庭议会也决议通过了关于全世界财富分配问题 一想到我以后就是世界首富 我只能说民主真伟大 王志安这种人最终会被唾弃 为了讨口饭吃 不惜跟藏毒台毒混在一起 你可以为中国民主而战 但是你想跟分裂分子在一起 也想让大家支持你 你真是高估自己了 凡是可以让中国不舒服的 就是美国政客极力支持的 虽然并没有什么卵用 同样 中国也会这样 各位看官 你们看就好 并不需要太高兴或者愤怒 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 老公都想好了 等十四世达赖喇嘛元寄后 十一世班禅马上在国内 开启寻找十五世达赖喇嘛 转世灵童的工作 因为班禅和达赖有互为师徒的传统 到时候西藏人心就稳了 说实话 老美应该拿国内九十六的底层打工人做文章 团结这些人 这些人有气没地撒 活得特别累 总是跟国内一些鸡脚嘎拉不入流的勾搭 有什么用 国内人完全无法共情 这些依然奉达赖为精神领袖的旅美藏人们 就应该继续让达赖统治他们 让他们精神得到升华 中国人是始终无法理解 隔着太平洋千里之遥之外的美国 为何如此关心中国的 西藏不是中国的 难道是俄罗斯的 这地方不接壤中国就接壤俄罗斯 美国 你希望给谁呀 由此可见 中国政府说的没错 美国就是在企图分解中国 顺便推行自己的价值观 又是自古以来 哈 又是别人为了遏制你发现 又是要别人信守承诺 请问 美国在哪一条上承认了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了 还有就算承认过那不可以是历史文件吗 哈 反正六十年代跟随达赖喇嘛逃跑的藏人都是西藏贵族和不是劳动的僧人 他们剥削底层人 全西藏十几万僧人 不干活 被共产党革命分田后发动叛乱被评判后逃跑了 藏人的外形基因是非常优越的 但没有意识到正是达赖喇嘛的出走导致了藏传佛教的分裂 坚守西藏这个阵地才是达赖喇嘛应该做的 出走 等于把自己的家园和圣地拱手出让 中国人要是连这点霸道都没有还成立个什么国家 在我地盘上过日子给我交点钱怎么了 欺负欺负你薅你点羊毛怎么了 这地方我说就是中国领土怎么了 没本事抢回来别叫 两年前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 且年仅26岁的藏丹罗布在布达拉宫前自焚抗议中共警察 无故关押他的书 可怜的藏人在西藏被汉人高压统治无处深渊 只能以自焚的方式抗议 这些人脑子是不是傻掉了 支持一个宗教还这么狂热 如果想一个宗教控制一个国家 那该多恐怖 想一下西藏那个年代人们的下场 想国外文艺复兴之前 宗教权力和愚昧成多 以前西藏是政教合一 最高精神领袖也是政治领袖 当年西藏是农奴制 共产党取消了农奴制 怎么说也是一种进步 不知美国为什么把当年的奴隶主奉为上宾 理念完全不同啊 说实话 美国的这一套没用 过时的政治人物弄了个过时的剧本 不如去支持东突 很简单 问流亡的藏人 特别是藏人二代三代 是愿意回到西藏还是愿意去美国答案显而易见 哈 美国和西藏人民站在一起 和新疆人站在一起 和台湾人站在一起 和香港黄人站在一起 就是不和可怜的加沙人民站在一起 不和还在受苦的叙利亚人民 阿富汗人民站在一起 我身为中国人 支持言论自由 支持政治改革 支持一人一票 但是我绝不支持各种独立 因为任何一个政治上层都不会允许你独立的 所谓各种独立民主斗士 就是为了主子利益的跳梁小丑 美国只不过是在利用达赖喇嘛 试图分裂中国的疆土 只要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稍有软化 后果就是万劫不复 这一点再怎么强硬也不为过 对于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就只有斩尽杀绝一条路 看了阿加活佛的采访后 就希望西藏青海所有的活佛喇嘛宗教人士都来美国吧 毕竟随便一个活佛宗教人士都能享受复国级或者正部级待遇 从古至今不是生产的达赖 需要多少百姓当奴隶奉养 看了评论区多数不喜欢哈 我感觉凡是政教合一没一个好东西 恐怖主义容易洗脑走极端 我就问有没有农奴制 有没有包皮那些事 美国不该支持这些 尤其不该支持宗教干政的事 几乎没有正义的 西藏没有中国 大概率就是现在的尼泊尔 可能还不如尼泊尔 国家每年向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多少钱 藏族各种天龙人的优惠政策 外媒不知道 但是国内的人知道 所以啊 必须和国家态度一致 坚决反对 我支持民主 但是西藏绝对不能被分裂出去 美国政府正式利用了西藏部分信徒的狂热思想 和盲目崇拜来分裂和虚弱中国 清朝时期 清政府在西藏设立铸葬大臣 从此 西藏彻底成为了中国版图的一部分 看谁先眨眼 上次美国和苏联对峙 苏联先眨眼了 这次 不知道谁先眨眼 我猜是美国 因为习和毛一样 不在乎人命 但是习更会利用美国的自由言论 连巴基斯坦都会引起美国学运 中国肯定更行了 信仰是崇高的精神力 不过 我从来不会去相信 活人成圣 并且就连他的十野式灵丹 天底下最为怪诞的奇闻 也莫过于此了 一群可悲的人 做着令人愤慨的事 就其原因 只能是某种迷信 控制了他们的意识 佩洛西是达赖的粉丝吗 哈 不过是达成政治目的 作秀而已 达赖喇嘛 也是美国的一颗棋子罢了 天下乌鸦一般黑 百分之一的人 为了野心 权势 利益 什么都做得出来 头脑清醒者 过好自己的日子 良勤择目而息 人皆有故去的一天 达赖喇嘛也不例外 恐怕中共 在他身后 会指定一位听话的达赖 但那又有何用 真假自在藏民心中 不尊重藏民的宗教传统 是一定会自食其果的 如果有一天汉藏分裂 那一定是今日中共种下的恶果 看中国其他省份 每年给西藏多少支援 中央政府多少财政转移给西藏 这个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 那些喇嘛都是不是劳作 靠着财政支援而生存 看哪个民族还有这样的好处 看美国对印第安的所作所为 还有脸在这里逼 我发现无神论者对自己未知的事物总是没有半点尊重 张口就来 其实失去信仰的人并非无所敬畏 只是习惯了静观未权而已 他们的自信来自抱团并取得领导肯定 唯一的减压方式就是打压贬低他们认知范围以外的所有事物 达赖喇嘛尊者自己不能施法置膝盖吗 他应该先求助一下宇宙主佛李老师让李老师远程发功 这样他都不用车马劳顿来美国 敦达兰萨拉李老师帮他把事情就办了 另外给这么高龄的老人看病 我更相信301手法比较高 其实我们可以允许藏人独立 但是不是在西藏地区独立 前提是藏族同胞希望追随达赖的前提下 自愿迁徙跟随达赖移居印度或美国或其他国家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 北美白人解散美国 把土地还给印第安人 这样逻辑才成立 每次听到什么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什么不可分割 按这个道理 月球也是中国的 你看嫦娥多久之前就飞上去了 还有无钢砍树呢 以后咱们就直接说 月球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不容侵犯 其他国家发探测器 就是干涉中国内政 狮子多了不怕咬 也不缺这一次 反正中美也回不去了 那就对抗吧 洛里巴索说再多也是鸡同鸭讲 无非就是场面话 这个和尚也不过只是一个棋子 美国这些犹太政客 怎么也不会不信耶稣改信佛的 中美对抗短时间不会停的 就看谁能笑到最后了 我们能否思考 一下一个人为何他的出现带来了国家 民族和宗教的冲突 而不是和平呢 如果有一天我们是每一个人都如平常人一样 大家友好的打个招呼或问候一声 而不是各种的崇拜 那么说明人类都觉醒过来了 我们都厌恶政党的压迫和洗脑 宗教何尝不是 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达赖喇嘛和中共是一样的 只是对立的 没有民主都是独裁 披着宗教和主义的外衣 没有什么不同 面对盘踞中国大地的独裁邪恶的中共 全世界只是需要一个有影响力的达赖喇嘛而已 没有一个政治沙子 会愿意抨击和打击一个宗教 会适得其反 让教徒人数会更多而已 平心而论 在抛弃掉政治立场后 整个西藏怎么看 也只有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 才能避免三天恶九顿的下场 西藏高原就不适合人类生存 由于大部分地区的极端气候 导致西藏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 要不是每年吃着 来自于中央政府天亮的转移支付 藏区到现在都还是那个文盲遍地的样 王菊有才华 也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受益者 但他在中国 把记者是无冕之王运用的过分了 除了对政府 还打击传统中医 老共也没怎么样他 他自己向往西方民主 把反共反习作为投名状 结果出来后 先尝到华人之光台湾露营的铁拳 也知道在民主自由国家 媒体一样要被管控的 看到美国这样 我真心难受 包括街道上裸露的电线 太让我寒心了 为什么这么不绅士 这么不现代话 我是发自内心的 没有反讽的意思 因为我觉得 现在中国的营商环境太差了 本来还想着美国好很多 以为他们理智身是高大上 结果领导人都这么不理智 大城市都这么衰老爱 事件玩玩了 一个是前现代宗教领袖 号称自己是天神转世 另一个是家族联姻 把持美国朝野 合法内幕交易的股神 一起讽刺习近平什么 不够现代 不够腐败 还是拿公款嫖娼被定罪 儿子非法持有枪支吸大马 海外恨国党们 最缺的就是理性和理想 只有用宗教价值观和道听途说来弥补 才会四处碰壁流浪异乡 我查了一下关于伸舌头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 是用伸舌头打招呼 示威或表示尊敬 比如非洲有部落伸舌头是打招呼 澳洲土著伸舌头表示自己强悍 达赖是当众伸舌头 与一位印度小男孩 没有侮辱小男孩的意思 最好解决西藏问题是一国两制 但看香港的一国两制 想着台湾西藏都归你 哈 活在哪个世纪啊 中共 有一说一 西藏能有现在的发展 共产党的功劳是必不可少的 西藏铁路 三一八国道 通电通网这些等基础建设 没有汉人 没有共产党和中央政府 西藏人民绝无可能享受到 这些现代化成果 我的大学就有很多西藏的同胞 他们现在过的日子 和我们普通内地居民一模一样 充分享受现代化生活 工业化生活 以及各方面优待 看过王菊的人都知道 王菊那句话 反共并不代表他们的理念和想法 多么多么的正义和现代 说不定 他们可能比共产党还要血腥 还要野蛮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民主 一个自由的制度 而非这些所谓的 仅是推翻共产党这种说法 中国现在这个国家 如果一旦突然共产党这样一棵大树倒塌 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没有人知道 难道他倒塌以后 立刻就能获得繁荣吗 美国一天也够无聊的 明知道这些小动作 不起任何作用 有本事就宣布彻底脱钩 断交 断行 撤侨 撤资 对抗到底 一会台湾 西藏 香港 新疆轮着来 搞了几十年了 有什么实际效果 现在还冒了一个南蒙古出来 你有本事 再搞点什么 穿读 阅读 互读 相读 颠读 敏读 闪读 中国每个省搞一波人 你钱多 中国人确实有很多对共产党不满 但你搞这些更让普通中国人反感 在西藏的历史中 宗教是可以凌驾于一切意志之上的 哪怕是人权 哪怕是信众的生命 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政策一向是包容 接纳和尊重的 但这并不包含少数民族极端势力 恐怖势力 反华势力 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些人本就是双标的 是反人类的 他们被很多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所利用 李洪志不也是如此吗 西方国家利用他们攻击中国政府 但却处防范着他们 也把他们定义为邪教 这些人都是曾经西藏宗教独裁受益者的后裔 他们背景离乡逃去海外 充当反华势力的枪头 欢迎他们回家看 今天的西藏是民主和平团结的西藏 是汉藏有益的西藏 是自驾者的天堂 是充满希望与未来的地方 是中国大好河山的最美拼图 人皮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奴隶制已经不属于现代社会 再也没有西藏同胞愿意变成农奴 达赖集团已经没有了民心 已经失去统治根基 不管有不有达赖 现在的西藏只会越来越好 应该请达赖喇嘛回国 达赖喇嘛不会当总统 什么藏独之说 是中共政权刚成立时 对宗教人士打压的结论 现在的中国政权 应该正确修正当初的结论 现在应该正确对待达赖喇嘛 他只是一位宗教领袖 他不是分裂国家的人 在美国有很多宗教领袖 欢迎达赖喇嘛回国 允许他向各民族讲解佛经 让达赖喇嘛回国 可以让那些骨肉分离的亲人团聚 也可以减少外界的挑拨离间 让达赖喇嘛回国是大善事 是主张和平的行动 而不是反动 政教合一的组织 大概率不是什么豪鸟 老美之所以还对达赖礼欲有加 无非是达赖 还有可以用来恶心或者牵制 自以为中共的价值 退一万步讲 即使中共退出执政 以达赖为首的藏传佛教组织 也不可能在西藏政治上 占据统治地位 因为现代文明观念中 世俗的民主 已经不容许神权的干预 老美对达赖的这种扶植 只会滋生更多的宗教极端势力 一如中东那些曾经被美国武装的反叛组织 由于本身宗教极端属性的影响 基本都已变成了恐怖组织 不懂就问 达赖喇嘛为何如此受藏族人的尊敬 请问他做了哪些善事 是帮助西藏人民摆脱了贫困 还是在西藏实现了人平等的民主 或者是在西藏建立了民主议会制度 还是捐赠了大量资产做慈善事业 亦或是利用他的智慧 推动了人类文明和科技的进展 看到家道欢迎的 在美藏人激动落泪的样子 让我想起了金正日的出现在朝鲜民众中的场景 真相会不会是他只是美国的一颗棋子 只要能分裂中国削弱中国 哪怕他是周处出三害中的尊者都行 自元以来西藏就一直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谓的大藏区自治也罢 真独立也罢是不可能的 他有什么同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本钱 就算他自言道要终结活佛转世 中央政府也会遵循西藏佛教传统与仪轨 自行认定转世灵童 就算海外藏独自己弄个小孩成为新达赖 没有中央政府的册封与任命 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和海外藏独 也是只能在所在国自己嗨而已 对中国内的影响会日渐失位 他今年八了 还有十二年就一百岁 他是人不可能长生不老 任何人都是时代的尘埃 他能代表佛 佛是很神圣的 只是群主而已吧 甚至还有人妄想西藏投靠印度 只能说愚蠢 看印度各个帮的现状 印度政府控制更严格 印度是如何吞并西金 控制其他南亚国家的 卖国未必能求荣 卖国只会让自己更惨 二十一世纪了 民众的智商还是有待提高 信仰与迷信就是靠智慧去识别的 如果美国签署西藏法令 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 美国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 因为美国土财二十年历史 都是东抢西夺非法获得的领土 跟中国历史比那是刚出土的嫩哑 你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很难认可 但今天的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西藏今时今日的建设成就 与达赖没有半毛钱关系 达赖也百分之百没有能力 将西藏建设成今时今日的状况 至于人权更是扯淡 当然老美无非就是 攥着几张牌来回打呗 目的是啥也不言而喻 不过看到如今外交部发言的泰然 我觉得我们确实强大了 只是掌握国际舆论的话语权 还任重道远 十四小时过境迁是好东西 更大的开放对于改变形象 还是有着官媒所无法实现的 积极的作用的 说中共是为了让西藏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才统治西藏的说法 就像说美国是为了世界和平 才支持达赖一样可笑 这两件事背后本来就有复杂的动机 那些拿西藏铁路建设来说事的人 也同样需要正是那些文革期间被毁坏的佛像 被抓捕入狱的僧人 今日中国主流舆论对西藏的描述 仍然是一个从中共手中被拯救的落后地区 一个质朴牧民的国度 这样的叙述中 无视了藏区习俗 精神文明的复杂性 在中共的唯物史观中 也不允许其他版本的描述 可是这样的不尊重 不理解的态度 不正是滋生分裂的温床 看了这些评论 深地感觉到 我们国家的宗教和文化是非常的衰败 尊者所传播的佛法和人文精神 几乎无人关注 几乎都是对藏传佛教的极度扭曲 再者就是从政治 民族 外交 利益方面的讨论 本来藏传佛教是我们文化中的瑰宝 拯救人心世道的良药 看到这些阿杰谷相关的评论 感觉红色文明的洗礼 还是很成功的补充下 碎片化的了解 任何知识都是危险的 看到藏传佛教有双修 有天葬 有人古法器 就觉得是因治恶毒的 简直是太愚蠢了 如果藏传佛教像类似阿杰谷这种邪说 所描述的如此残忍愚昧 我愿意生世下地狱 美国人对付中国常用的五张牌 香港 台湾 西藏 新疆 内蒙古 最常用的是新疆 台湾 和香港 在香港培养港独势力 计谋失败后 指责中国破坏一国两制 毁掉香港民主 在台湾培养台独势力 激怒大陆对台发动战争 然后国际制裁大陆 在南亚培养藏独势力 在印度等国 培养一些藏独势力 偶尔出来恶心一下中国 比如前一段时间 习近平防法 藏独势力天桥挂标语 在中亚培养东突 恐怖分子 洗脑没有文化的少数民族 在新疆发动恐怖袭击 失败后开始指责 新疆人权问题 在蒙古培养猛毒势力 培养外蒙古反华情绪 大蒙古主义 指责中国迫害内蒙人权 文化 都什么年代了 西藏这冷饭 已经没得炒了 就看中国暂停 跟西藏达赖的对话 就知道 时过境迁 已经不是零八年了 达赖影响力 虽然还在 但是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在西藏 也就一些朗曼庙语僧侣 还是遵从达赖 但是又如何呢 十四世达赖 只能死在国外了 当然了 他熬走了一代 又一代中国领导人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很可能熬走胡锦涛 但是那又怎么样 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 会继续所谓的谈判和对话 还有那荒唐的大藏区 至于逃出去 那些所谓的藏人 只能助他们 在印度和欧美生活幸福了 下一届十五世达赖 搞不好会出现三个转世 一个在西藏 一个在印度 一个在美国 一分为散 高在上的佛教徒 佛陀都不能如此 高在上不可接触吧 既然满怀慈悲心 何以抛弃数千万的藏族信众 既然满怀慈悲心 何以看不到 当今藏族人民生活 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也算是一个佛教徒 我只知道 共产党在藏地 投入了巨大的成本 改善人民的生活 当然 共产党曾经犯过 很多方向性的错误 以当今世界主流的价值观来看 共产党是腐败独裁的 但人民生活 也真实地发展了富裕了 这还不够吗 真正靠西方的一套给西藏 真的靠慈悲心去治理西藏 能够让老百姓 过上如今的生活 我看是扯淡 不说退步 也会止步不前 靠信仰活着 靠慈悲心吃饭 真正的慈悲心 是让老百姓生活富足 且精神满足 说白了 西藏这个地方 历史上英国征 沙俄征 就是看准了 它的地理位置的地缘价值 一旦被控制 地缘上基本就截断 中国向西的发展和影响力了 就是个遏制中国的 绝佳地缘工具 西藏那个地方 没有融入中华文化 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 地理孤立 高原气候 中原地区的人不宜居 历史上中原政权 每衰弱的时候 就无法管理西藏了 这些特点 就成了西方 可以长期瓦解 中国的一个目标地区 就是赤裸的政治干预 肢解中国的一种政治策略 达赖不过就是 西方的一个工具人罢了 共产党在西藏搞土地改革 将土地下放给原本的农奴 灭西藏的奴隶制 给予西藏农奴 一个为人的身份 有什么错 美国南北战争 解放奴隶制是进步的 共产党在西藏 废除农奴制就是错 就是侵犯人权 那倒也对 侵犯了达赖这些 贵族奴隶主的特权了 也能叫侵犯人权 要不咱们继续让西藏 一国两制 继续搞农奴制 让达赖这帮宗教头代表的 奴隶主阶级 多做一些阿姐股 人皮股 是不是尊重人权了 以前共产党地位慰稳 实力不强穷的响叮当 很害怕别人跟你争正统 讨论正当性问题 现在 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 共产党更重要的是 带领民族进步了 这些恶心共产党的事 已经没有意义了 就像现在 共产党已经不在乎台独闹了 因为大把时间和实力在共产党一边 台独越闹越难了 而不是当初共产党想要统一 只有石山血海一条路 以此类推 藏独将独也是这样 共产党已经没有兴趣理会了 处理自己内部更核心问题 才是关键 扶持藏独 法轮功 美国自己花钱都大的 别人也不是白打工的 想把这些人作为政治筹码 消费不低的 扶持藏独 花钱不说 原来新疆地区开发 本来应该赚的钱 还不给赚了 亏得毛都不剩 扶持港独 更是没有价值 原来香港躺赚的金融过手费 现在砍一半以上 固定资产 投资缩水机场 港口缩水 亏得要死 白送回给共产党自己赚 共产党以前给你赚 你以为是他菜 他只不过是想跟你脚步去收割世界而已了 你现在恶心他不带他玩 那他就自己来了 不好意思了 你自己战略失误退出的 特别感谢佩洛西荣誉议长 和麦考尔众议员 一直以来对藏人的声援和支持 在藏人的心中 您就是白杜姆化身 我祈祷你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同时也感谢美国两党 所有同情支持藏人的正义善良的人们 文明终将战胜邪恶 中共政府侵略西藏以来 就开始大规模往西藏移民 抢占西藏牧民的草场 大量开采矿产资源 破坏西藏的生态环境 刻意打压西藏宗教和文化 在教育领域限制藏文教学 通过歪曲编造虚假的西藏历史 抹黑贬低 丑化西藏传统信仰 并且有计划有步骤的 汉化西藏的青年学生一代 迫害那些热爱自己民族的僧人和知识分子 限制西藏人的政治权利 表面上西藏是自治区 但是西藏连一点的政治权利都没有 在中共独裁 法西斯占领下的西藏人的言论 从来都是被打压的 西藏人没有任何自由 连去内地住宾馆乘车 都会警察来查 在西藏这样高压严酷的环境下 我们每个藏人 不论是年长者 还是年轻人 心里都很悲痛 我们藏人自古以来信仰佛教 也从来不想伤害任何人 无论对谁 我们都是很尊敬 但是现在 我们西藏民族 却受到中共政府的如此对待压迫 我不知道 再过50年 西藏这个民族还存不存在 中共政府在西藏的许多政策 表面上是一套 实际执行上又是另一套